《開車扭開收音機》 播放的正是香港電台的自由風節目 主持人加上幾個傳媒老總和記協主席 在討論什麼叫做外國者 什麼叫自港者 什麼叫公職人員 事緣那天的大新聞就是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 在《基本法》頒布30周年的法律高峰論壇上支持時 發表了重要的講話 他提出中央治港的新思維的一個重點 就是外國者治港 於是引發了社會討論 越來越覺得香港正是步入一個低致的階段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怎樣叫做外國怎樣叫做叛國 都要白紙黑字一二三四地寫清寫錯 要不然就不懂得判斷 不敢判斷 就以那個自由風節目為例 咬了半小時就在研究外國者怎樣界定 什麼叫治港者 什麼算是公職人員 教師算不算呢 區議員算不算 護士算不算 傳媒本來應該有教育大眾的作用 但今天的傳媒似乎在不斷地教蠢大眾 很簡單 打開你的量單看看 誰給你薪金的 那個就是你老闆 只要你的薪金是取折庫房 你就是公務員或者公職人員 這麼簡單的ABC 幾個傳媒大佬爭論半天都爭不出結果來 外國者治港這五個字不是文言文 不是隱喻暗喻 有這麼難明白嗎 如果我是阿爺 我會覺得香港人真的很廢解 畫公仔都畫出腸給你了 你們居然還在咬這條腸裡的排泄物 究竟是吃素還是吃肉的呢 昨天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 政府決定一次過推行公務員宣誓和簽署聲明 表示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說明如果公務員拒絕聲明 升遷一定會受影響 難得有勇氣舉起屠龍刀 我希望當權者有勇氣斬下去 而不是灑一輪花椒被中央虛應了事 你入一間公司工作 老闆要你簽一個承諾 要你忠於公司 不出賣公司 如果你不肯簽 下場一定是不獲聘用 你認為會不會有公司老闆這麼仁慈跟你說 阿好啊 你不願簽嗎 那你公召回 兩趙出 不過就沒得升職了 不願簽子宣誓效忠基本法 效忠特區的 下場其實也只有一個 就是請你離場 如果不簽子的後果 好像是升簽一定受到影響 那些在部門上升到盡那些 沒有位可升那些 你對他來說有什麼作嚇作用呢 不簽不獲得聘用 是最簡單直接的ABC 你請個菲傭 他表明我不效忠你 我不一定效忠你 那你都會快快去把它拆掉 難道你還留他在家偷東西 或者炮製一些家料飯菜嗎 請不要把簡單的ABC道理 搞成高深莫測的微跡分 香港人實在厭倦了這種低子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鈴呀 多謝大家